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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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衣凡 现在拥有穿越两季的能力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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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做饭时 不小心割破手指 谁恰好滴落在我身上两季里 回过神来 又穿越到了这座大能 这气功者飞天顿地 弱者养人脾气的玄幻世界 最后更神奇的是 手里拿着的大白菜 居然也进化变成了一颗 轻盈剔透 兴气缭绕的灵书 小伙子 你看这颗灵草 五百万卖掉我路红 别理他 看看我 我出一千万 神圣的第一桶金 就赚了八位数 是靠一颗 大白菜 每周二周五更新 敬请期待 通过一个月的来回穿梭实验 我才逐渐搞明白 这片大陆的设议 这望谷大陆 分为东川 南荒 西海 北园 和中洲 五个主要区域 另有望谷魔坑 仙墓 灵须洞天 等禁地 独立存在 南荒和西海 乃妖族地盘 魔族 残居在万里的魔坑 东川 中洲和北园 被人族占领 人妖魔三族鼎立 百年来大小纷争不断 如今 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而人族之中 除了普通百姓外 武者大行其道 根据武者修为境界 以及能否灵力化形的不同 分肉身秘境 以及神通秘境 两大境界 肉身七重 由低阶到高阶 送为脆腿境 断腹境 内壮境 翻血境 洗髓境 开窍境 子斧境 神通十崇则是 灵力境 灵刚境 灵海境 天人境 皈依境 金丹境 法相境 猎神境 游须境 渡截境 除此之外 古界的机制 也是在不断的琢磨中 才有了眉目 首先 必须是动植物 才能穿梭大楼 其他东西 一概不具备穿梭条件 纸和笔都没有办法 带过来 带的东西 也有严格的重量限制 平均下来 两百克是极限 相反 若是将大陆的东西 带回地球 则会变成垃圾 好臭 这花子 变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啊 幸好 古界还自带换装的功能 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刚刚在万宝楼里 只顾着体会思聪的快乐 忘了家里只剩下 几个大块头了 得想办法多换一些才行 小子 掌柜 这小子在房间都待了一天啊 怎么还不出来 不急 再等等 我看白衣凡那小子 穿得那么普通 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该不会趁机逃了吧 是啊 平白无故冒出来也太可疑了 以前江湖上都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不等了 进去 那篮掌柜 还没过年呢 可不行行大礼啊 不知道白公子 金币都准备得如何了 赶占老娘的便宜 今天要是见不到钱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嗯 金币嘛 准备起来确实有些麻烦 掌柜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可在耍我们呢 上 兄弟们 不顾 这个呢 我想你们应该会感兴趣 这 这是龙尾草 传说中 对于外伤病之疗有奇效 无伤者不知 亦可以延年益寿 有价无事的灵草 这个价值多少 做事不够 还有这些 智商奇效的龙尾草 你嘴子用能容颜永住的蓝绫花 千金难求的无根枝 这些都是世界珍宝啊 一键也就算了 它居然有一筐 这一筐 起码价值两亿斤 这其实是小区里捡的 狗尾巴草和烂树叶 大爷 我帮你啊 这年头 像你这么热心的小伙子 不多了 公子 大笔商量 这些礼物 我们万宝楼都买了如何 你走江湖这么多年 头一次有这奇遇 可不能放过这条飞扬 我记得 一颗龙尾草价值四千万金币 若你想照单全收 轮到你欠我钱了吧 我们这儿还有商铺 公子看上什么 尽管挑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篮正规 这些东西我拿走了 你欠我的钱 先记账上啊 欢迎下来啊 正规的 他拿的可是我们万宝楼 所有要项底的宝贝啊 你不懂 这叫长远投资 能拿出这么多天才地宝 反而当成垃圾一样 对待的人 能是什么泛泛之辈 每周二周五更新 敬请期待 小崽子 把功法和登天礼都交出来 你我今天 就放你一条生路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 也想抓我 再扫个几百年吧 去死吧 盾地术 走 人呢 幸好 穿梭次数还没用完 不愧是玄幻事件 杀人越过这般情节 居然这么明目张胆 估计 一天只能来回 各穿越一次 看来还是欠缺考虑 在拍卖会 大死张扬的同时 没有错一容 估计后面会麻烦不断 看来 得快点学会功法 才能自保了 其实之前 并不是不想修炼 只是通古大陆的功法 晦涩难懂 根本无从下手 完全看不懂 等等 这是 功法居然变得好简单 原来如此 看来 如果将那边世界的功法带回 学起来 就不费摧毁之力了 是绝世高手 当定了 成功 最近这半月来 我按照班山学 勤家修炼 同时 通过地球上 带回来的食物 调补身体 净化神速 也许是因为 从地球来的原因 我的身体 在通过大陆 也发生了净化 刚刚的那一拳 粗粗有两千斤壁力 不仅如此 我的内脏也强化了 也就是说 如今看起来 我的身体 虽然只有 脆解经住门 但实力 足以媲美 内壮经的无常 这样算是初步 踏进那舞者的世界 但是我的脸 过早地曝光 在了拍卖会上 后面必然会有 更多技術 我的人 必须要加倍 努力才行 救 救命啊 不 放开 狼群 正好 拿你们这群畜生 练练手感 想 解决了 少侠 好厉害 地板哥哥 你真的太厉害了 推一下 推一下 有了这些木材 咱们穆家村新建的房子 就都要潮落了 没事 这不算什么 小兄弟 我叫穆铁 是穆家村村长的儿子 今天 多亏你救了我女儿 若若和村里的人 我们欠你一份恩情 你虽然武艺高超 但这山里 还是太过危险 不如和我们回穆家村吧 那里安全些 那天碰巧 解决狼群后 便受到素不相识 村民们的热情邀请 哥哥说得没错 你既然没有地方落脚 就去我们穆家村做客 你想住多久 救住多久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正好 回吹个僻静的地方 修炼半山去 便顺势答应了下来 这几日 微从脆体性 突破至断骨精巅峰 但最近 似乎实力增长的速度 没有之前快了 想来是修炼 遇到了瓶颈 内壮颈 不明思义 便是要修炼五脏六腹 使内脏变得强大 哪怕吞下去 一块石头都能消化 半山觉上说 使用高级妖兽的内脏 对突破内壮颈颈有帮助 那等回到地球 买些内脏来补补 若若 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去集市了 一凡兄弟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和我们 一道去集市看看 集市 狼皮 上好的狼皮 瞧一瞧 看一看嘞 野猪牙 又粗又长的野猪牙 放在家里可以镇宅避邪 拿好 这是您的兽皮 多谢 多亏了白兄弟啊 上好的狼皮 全都卖出去了 木铁叔 你客气了 既然都卖完了 一凡哥哥 你带我出去玩吧 我想去那边 买糖葫芦吃 等木铁叔收拾完 一起去吧 你们去吧 小心点 早点回来 知道了 一凡哥哥 我们快走吧 木铁大哥 你就如此放心 把女儿交给一个 才认识不到几天的男人吗 一凡哥哥对热热真好 赶紧回去吧 不然你爹该着急了 别打了 求您高抬跪手 等等 那是阿爹的方向 上下 哪儿来的刁鸣 真是不长眼的东西 阿爹 阿爹 住手 你们凭什么打我爹 洛洛 别过来 哪儿来的野丫头 找死 我的腿 一个脆体后气的男人 对毫无武力的 十三岁小姑娘 出手这么狠 你是不是人 你算哪根头啊 应该来教训老子啊 给我拿下他 是 现在 我能教训你了吗 不敢了不敢了 大爷饶命 这么年轻就达到断骨精了 为什么当街打人 好好回答 否则下一拳 可就要落到你脑袋上 小语啊 住手 他们是城中府的人 咱们惹不起啊 铁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叔 你的腿没事吧 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 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冲撞我家小姐的坐驾 我该被马踩断了腿 居然还想找我家小姐理论 谁有几颗脑袋 你放屁 明明是他们的马车 失控撞了严叔 我们不过是上前问了两句 他们便直接动手打人 牟利 别说了 这件事 是我们不对 铁叔 大小姐 这件事是我们的错 还请大小姐 看在我弟弟 已经断了腿的份上 饶了我们这些刁民一次 阿爹 城主府的大小姐吗 此古民不与官兜 怪不得铁叔不想招着 既然错了 那便为你们的错 付出代价吧 周恒 去把他们的腿都给我砍断 以敬效尤 你 这位城主府的大小姐 竟如此歹毒 毕竟你们失去的 不过就是一双腿 而本小姐失去的 可是游街的好心情啊 周恒 动手 遵命 大小姐 一群乡野刁民 简直脏了我家小姐的眼睛 去死 滚 滚 干什么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雨哥哥 哪里来的臭小子 敢跟本小姐作对 你居然一起去将我的宝剑击碎了 该死 太强了 没见识的香巴佬 这盔甲可是城主大人赏赐给我的 刀枪不入 任凭你再厉害都无法记 你没事吧 开了眼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城主府的统领吃扁呢 小声点 当心被打 滚开 我肯定要亲手宰了这小子 我肯定要亲手宰了这小子 宝石拳 这是什么 我果然是香野刁民 你居然连武器都不知道 你爷爷我可是斑血竟出气 细血外放难道还拿不下你一个断骨镜的小子不成 如果比我高粮的精进 还就这条水平 你实在是 说报 他 他连武器都不会 为什么会这么强 宇哥哥 你没事吧 叔叔 放心吧 我没事 看来我来自地球的肉体 在这个世界 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 我的实力 早就超出这个境界数倍 没用的东西 来人 去城主府调兵 把这群暴民抓起来 统统地关进地牢 是 大小姐 糟了 若是官兵来了 我们全村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那城主府的地牢 听说进去的人 压根没有一个 能完成的走出来 蓝大小姐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当街 马踏平民 草菅人命 滥用官权 这燕国难道已经一主 改成你们蓝家人了不成 是万宝卢 那蓝掌柜 那蓝掌柜 你这话什么意思 蓝大小姐当街 马踏平民 乃我亲眼所见 难不成还向抵赖 白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那蓝掌柜不必多礼 一帆哥哥 你们认识 刚刚听人说 这个漂亮的大姐姐 是万宝楼的掌柜 那可是流云城最大的商楼 一帆哥哥 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真是没想到啊 堂堂那蓝掌柜 居然会认识一帮刁民 真是开了眼了 民乃国之本 蓝大小姐身为流云城大小姐 却整日称呼百姓为刁民贱民 不知道此话传到王城中去 会不会引起非议 那蓝柔 你这是在威胁本小姐 威胁谈不上 但若是今天你想带走他们 须得顾我们万宝楼这一关 万宝楼乃我燕国第一商会 敌云强大 高手如云 若是某人得罪 只怕后患无穷 既然纳兰掌柜 肯为这一帮雕 百姓求情 那本小姐就破例放他们一次 我们走 是 丢救了 太好了 今天还得多谢纳兰掌柜了 举手治劳罢了 来人 李穆家村的兄弟们到客房查看伤事 是 各位请随我来 劳烦姑娘 伊凡哥哥 嗯 这个有钱的漂亮大姐姐 为什么会救我们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呃 这个嘛 呃 严格来说 她欠我钱 啊 她欠你钱 恭喜白公子突破断骨径 公子这个年纪就到了断骨径 刘云成的历史上 怕是还没出现过 别说了 今天要是没有你解围 我恐怕还没法同时带走那么多人 不过 奴家倒是好奇 您既然能随手拿出那么多龙维草 又怎么会藏身乡野 和一群村民混在一起 纳兰掌柜 送你一句话 该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 这不该知道的 少打听 是 说到龙维草 我想起来了 纳兰掌柜 上次你好像还欠我三百一十万斤吧 也不知道凑齐了没有 这 还差一些 不过 我们最近新到了一批货 白公子要不要看看 有看上的 直接拿走便是 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记得方才和那城主府的侍卫统领交手 他施展了拳击武器 混尸拳 你挨 有武器吗 这边是万宝楼新到的所有武器 白公子可任意挑选 穿衫 黄街低级武器 这是一门执法 练着小城 能够贯穿衫石 逛 这是黑沙掌 黄街中级武器 此掌是从南荒传过来的 修炼时需用到南荒特产的黑沙 麻烦 过 这武器明川花省 以硬柔快力铸城 太娘啊 过 那么 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这部影拳 是我们这里最贵的一部武器 黄街顶级 黄街顶级 这才像话呢 这黄街顶级的武器想要入门 就算是天才 也要两三个月鼓励 一凡哥哥 你终于出来了 叔叔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让你在客房休息吗 我担心你 就出来看看 宇公子和弱弱妹妹的感情真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亲兄妹呢 简直是小跟皮虫一哥 对了 弱弱 这个你拿去穿吧 这是 送给我的 是啊 弱弱妹妹 这是白公子特意给你的 这衣服挺漂亮 也一并包起来 公子好眼光 这件火袖流纤裙 乃是上好的盐蚕丝制成 不仅精美美观 还能蚊养经脉 暖宫义音 送给女孩子 再合适不过了 谢谢一凡哥哥 不客气 白一凡大哥 纳兰掌柜 严淑他 你们还是快去看看吧 蔡大夫 情况怎么样 病人下半身经脉巨端 这双腿怕是保不住了 想再行走怕是不能了 阿淑 蔡大夫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能保住命 已经是万幸了 怎么会 阿淑 岩淑 除非是传说中的大能出手 亦或是神药现世才有一线生机 可这世间哪有什么大能 又上哪儿找那么多神药啊 或许 还真有 真的吗 终于到点了 今天这个破班就上到这儿了 等等 天都黑了 一帆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我回来了 蔡大夫 你看这些药材勉强能用吗 啊 这 这是 碧血七灵花 地藏百虫草王 引灵七星叶 这 这些可都是世间万金难求的灵药啊 不勉强 不勉强 保证药到病除 活了那么久 还是头次看到那么多灵药同时出现 嗯 那便好 啊 一帆哥哥 你的手怎么了 这个嘛 红花三七马前子 还有什么能治疗腿伤的 我都要买 喂 我这可不是 啊 可不是感应门啊 一时情急 回到现在还以为身体依旧是断骨镜 二叔 都说了让你多休息 你怎么又下定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现在我这腿跟石头一样坚固 你就别瞎担心了 对了 你的一帆哥哥呢 他打猎去了 说是病人要多补充营养 还神秘兮兮的不让我们跟去 这影拳 的确有点意思啊 终于结束了 那蓝人我曾说过 黄街顶级的武器晦色难懂 想要入门 即便是天才也要经过三个月苦练 但经过地球的简化 这复杂的秘籍早变成傻瓜式的讲解 他要是知道 我书竟已经隐犬圆满 还突破到内壮进后期 估计能惊掉下巴 嗯 不过 为了突破内壮 已经狂吃了好几天动物内造 那味道 可真是必胜难忘 一凡哥哥 今天也是你最爱的猪肝鸡脸鸭肠腰花蛇胆汤 再去弄些野味 给严淑补补补补就回去吧 对了 再摘点野果子 叔叔那丫头最喜欢 谁 先来了 就别躲躲藏藏呢 出来吧 小子 竟然被你给察觉了 那就别怪我们等下 不给你留个全尸了 是城主府的蓝大小姐派你们来的 这你别管 总之有人出高甲买你的命 杀 杀啊 一个内壮出气 两个内壮出气 还有三个断骨镜巅峰 欠满家 想死得下去 不过算算时间 叔叔也快着急了 就不陪你们玩了吗 武尘 武尽 你居然会武尽 情报上明明说 你不过在断骨镜 不会任何武尽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情报有误 以他刚刚出现力道 完全可以镇碎我们的内脏和骨头 却故意没下杀手 竟然能精准控制力量至此吗 说 雇主是谁 说了就给你个痛快 却道上打听打听 我们暗杀门可是流云城内最大的杀手组织 我们死都不会出卖雇主的消息 干脆屌的杀了我们吧 没想到居然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 那我也不难为你们暗杀门是吧 我花双倍的钱买雇主的命 这生意干不干 暗杀门可都是专业的杀手 绝对不会被收买 是吗 这除非开的价钱实在拒绝不了 如何 大人放心 暗杀门保证 白云城内不会再有杀手敢做您的生意 至于雇主 请宽有我们时间 任务成功再向您赴命 嗯 去吧 无论你是什么来的 想杀我 那便先尝尝黑吃黑吧 不过 还是得想办法再买几个5G才行 起码也要突破斑血镜 在流云城才能横行霸道啊 那蓝柔那个小技朕 居然为了几个香野雕名 与本小姐结巢 是真当我长卓府不敢动穿万宝楼吗 嘿嘿嘿 我们心而失的大铁 自然不回那刺甘堕落的纳兰柔计较 小心别气坏了身子 呵呵 看 这是珍宝阁最新款的金簪不摇 我命人排了好久才去到的 戴上就别生气了啊 呵呵 这还差不多 等等 那是 怎么会是他 林云凯 你这个废物 不是说好要替本小姐杀掉那个刁民吗 他怎么还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这里 什么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专门过的专业杀手 不可能失手啊 碎我 碎我 碎我碎我碎我 碎我 你根本就指望不上 快把东小姐亲自来收拾他 哎 馨儿 别动那么快 等等我啊 武器 公子前阵子不是采马了一部黄金顶级武器吗 怎么又急着要新的武器 这个你就别管了 毕竟我现在除了钱外 一无所有 嗯 好 不过也巧 保楼昨日才进了一批新货 正要上拍卖会 这本黄街高级的飘续布是身法武器 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那篮掌柜 事后若再有高街武器 不用上拍卖会 我全要了 要 一个乡下来的穷鬼 在这儿口出什么狂言呢 那篮掌柜 这个人今天换中的东西 本小姐全要了 无论他出多少 本小姐运出三倍的价格 卖他不痛快 不好意思 蓝大小姐 万宝楼自打开门做生意 规矩 规矩向来都是价高者 什么 难道这个刁民出价还会比本小姐高 开什么玩笑 她要是付得起 本小姐今天就当众 从万宝楼爬出去 此话当真 本小姐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在场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 不过 若你付不起 就给我跪下 填本小姐的鞋 既然如此 那篮掌柜就 齐唱吧 好的 公子 我迫不期待想看一出好戏了 等等 那不是万宝楼最尊贵的祥云令吗 祥云令 那是什么 很厉害吗 祥云令是万宝楼给特殊顾客专设的令牌 代表着地位的至高无上 若是其他商会里有看入眼的宝路 持有者便可发动祥云令 不参与禁牌 直接收入囊中 最重要的 祥云令可以在万宝楼无限制社长 刘云成两千段爱人 能拿到此窝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什么 什么 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来头 万宝楼竟然如此高看他 嗯 事实上 几日前在万宝楼治疗完沐檐书时 陈公子 刚刚那些炙生的药材 拜托你也好心卖一味给我们吧 纳兰掌柜 要不要我提醒 你可还欠着我钱呢 这祥云令 乃有万宝楼最尊贝的信物 我以此物来换取其中一味药材 可否 祥云令 有什么作用 你且先说来听 怎么可能 你 你怎么会有祥云令 此物离我跌倒 呵呵 刚刚蓝大小姐 是要出三倍价格是吧 我可以出三十倍三百倍三千倍 蓝大小姐若拿不出更高的价格 你可以开始爬 我 我 你有看见我家馨儿吗 那是谁 就是美热天仙 魅力满满 漂亮还气质独特的 咱们城主府大小姐啊 啊 城主府大小姐啊 漂不漂亮我不知道 气质确实是挺独特的 不愧是大小姐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啊 大小姐再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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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儿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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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辱 蓝大小姐 若你认为我白伊凡 是任人捏扁错元的软柿子 那你的算盘就倒错了 我白伊凡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若你再敢犯我 有此 好了 戏看得很过瘾 再见了 给本少爷闪开 诶 诶 诶 星儿 你没事吧 林云凯 我改主意了 我又让他 我又让他 生不如死 诶 她就是白伊凡 不然呢 你知不知道这个浪明刚才是怎么羞辱我 你要是做不到 咱们的回事就算了 对的 星儿 她 她就是一个月前 抢走半山绝和登天令的那个神秘人 你说什么 我执你一心想进入圣地修行 才想着拍下登山令讨你欢喜 没想到 却被他半途截狐 我也曾派人去跟踪他 却被他使其逃了 自此 下落全无 启离少爷 那人身法诡诀 属下半事不利 被他逃了 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不行 我得赶紧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爹爹 啊 还是自己的床睡得舒服啊 昨天才新买的飘续布 共有一百零八种变化 原本的确十分复杂 但经地球法刺简化后 才一夜 已经全然掌握 以影泉之力度 再加上飘续布的迅速 如今就算碰到斑血镜顶峰无成 我也能斗上一斗 哼 好了 在下楼去采购一些修炼资源 便回去吧 嗯 一凡 你在家 为什么微信不回消息 刚刚敲门也不开 郭 郭姐 抱歉 刚刚我在卧室睡觉 实在没听见 糟了 忙着修炼 居然忘了今天得交房租了 别以为糊弄过去就行了 说好的月底结清房租 钱呢 我错了 钱 这些我先给你 我还要留两百生活费 下个月我一定补钱 我说一凡 你怎么回事啊 就是去端盘子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 你这么壮实的小伙子 怎么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嘛 白天在一时间忙着修炼 只有晚上才回来赚点钱 自然挣不了多少 拿着吧 两百块在航程 你要怎么活呀 先拿着吧 下个月要补齐啊 谢谢郭姐 你 你有一个订单 还有十分钟成熟 嗯 在一起吃喝不愁 灰金如土 一回到地球就被打回原形了 要不试试富贵险中求 喂 爸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您等我 我马上到 赵氏司机抓到了 酒驾 没有保险 现在连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 亲戚朋友也全见了个便 可后续治疗费还差三十万 也不能保证他能醒过来 小凡 是爸妈对不起你啊 爸 别这么说 咱们是一家人 剩下 我来想办法 小凡 这是忙上专挑戏处的 入运专挑苦命人 放开我 啊 别让他跑了 快抓住他 放开 不想挨打的话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要不然有你好看 别乱动 住手 啊 啊 一群人渣 在这欺负一个女孩子 我的腿啊 兄弟们 给我上 是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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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是 这 喂 你应该没受什么伤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人盯上你 但还是快点回家吧 哎 等等 那个 谢谢你 不过 你能送我回家吗 我 抱歉 我还有YMI要送 超时要扣钱的 害怕的话 我可以现在替你报警 等警察来了 送我回去 给你一百万 还上个球的呗 小姐姐 你家在哪儿啊 抱歉啊 白亦凡 让我先回家里 人报个平安 应该的 什么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要是荣荣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全都原地自杀吧 大小姐 大小姐 我们一定会找到二小姐的 姐 荣荣 你好 初次见面我叫白亦凡 我回来了 姐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乱晃了 平安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姐 好了 乖 不哭了 事情的经过 我都知道了 感谢你救了我妹妹 不嫌弃的话 我想宴请你一番 用不着那么客气 宴请就不必了 就是 你妹妹答应会给我一百万 作为酬金 这个承诺 什么 她居然说要一百万做酬金 那个 但我没说 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算了 本来就是路见不平 一开始也没指望要什么报酬 堂行了妹妹的命捐 才只剧剧一百万 你是在侮辱你自己 还是瞧不起你救我 姐 宴请你 这里面是一亿 棉博之理 就当我们唐氏集团的一点心命 等等 唐氏集团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 市值超过五百亿的唐氏集团吧 没错 不过这点钱 远比不上你为我妹妹做的 我们唐氏集团 还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开 不必等到日后 现在马上立刻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成吗 放心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已经请到了国内外 这个领域内最优秀的五位专家 过来研究手术方案 想想阿姨很快就能康复 美娟 坚持住 很快就能好了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父母过世的早 我也只有这一个妹妹了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希望她有事 唐姐 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了 你们才是真的帮了我大忙 回头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白衣凡出力的地方 一定尽力 倒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能不能抽空训练一下 我们唐氏集团的本标 老大 请教授我们格斗技巧 他们 训练 实不相瞒 不久前我曾派人去调查 那些对蓉蓉下手的人 我猜得没错 就是商业队家过来的 目的是打算以此 牵制唐氏集团 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意外 那些被你打倒的专业打手 至今还躺在医院里 无法恢复 似乎还留下了心理阴影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 但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们的人 让他们提升 这 这个嘛 其实主要还是实战经验 再加点技巧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最多半个月 也会支付您相应的酬金 至于价格 您可以随意提 真不愧是做生意的商人 完全不给我拒绝的余地啊 行 我尽力吧 但可不保证一定会有效果 那就说定了 我来安排时间 保证不会耽误太多 你的私人生活 正好 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老妈 等还上这个人情 就真正的两个相欠了 就是这样 对方如果出拳 可以迅速攻击他下盘 就这样 我在堂市上了半个月的班 美娟 你终于醒了 我 这是在哪儿啊 治疗方案定下后 母亲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也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多吃点 才有力气康复 好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这边的事情都料理的差不多了 你该回去看一看吧 还了小半个月没回来 不知道铁树和弱弱他们 回牧家村之后怎么样 走 怎么会这样 铁树 岩树 你们在哪儿 白公子 纳兰掌柜 你总算回来了 我们一直在等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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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哥 痛痛痛 你轻点啊 对不起 谁 铁树 岩树 是我 一本来 一凡 你回来了 一凡 是一凡回来了 铁叔 看见你们没事 真的是他 是 怎么回事 铁叔 你的右手 还有打枪 没事 只是手段了 幸好大伙都还有命不是吗 等等 猪肉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若若她 疼 若若乖 要清洗伤口换药了 换了药好起来就不疼了 好 这是 我 我不要上药 若若 你冷静点 太爷爷 你让我去死吧 我不要像个怪物妖活着 若若 双双快 睡一下就好了 一凡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命算是保住了 只是 这烧伤太严重了 全身上下 几乎都没有一块好皮 冒昧如花的小姑娘 正是天真烂漫的年轻 不知道下半辈子要怎么办啊 谁敢 罪魁祸首饰 林家 还有成猪谱 说吧 今天什么事 蓝伯父 小侄没什么事 就是命人收集了几箱灵石 想要送给蓝伯父 是我作为晚辈的一点心意 哈哈哈哈 这些灵石品质不错 你用心了 心眼看人的眼光不错 是个好孩子 哈哈哈哈 伯父你喜欢就好 哼 上赶着搬起我父亲 白衣凡那小子呢 怎么过了那么久 还是没找到啊 不是说要替我错骨杨灰出口恶气吗 就这么点能耐啊 呃 鲜儿 消消气消消气 鲜儿 羞得再胡闹 白衣凡此人凭空出现 财力雄厚堪比帝国 之前我听坎儿所言 他甚至还可以挤压暗杀门一众高手 板下买通 实力莫测 欲擒此人 不可操之过急 爹 好了 你在万宝楼所受之气为父知道 我已让坎儿带着人马 将穆家村图村 也算是为你出了口恶气 你就别折腾了 哼 不过我们最后清点尸体的时候 发现穆家三十七口贱民 还有十余口不见踪迹 也不知剩下来的人究竟去了哪儿 莫不是被人救了 那就全程下通缉令 穆家村余孽和那个白衣凡 挖地三池也要给我找出来 是 事情就是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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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居然连婴儿都不放过 快快 这个人还有气 若若当时躲在女刚剧中 跑过眼前 但也因为伙食困难 是他们宫中 受伤最严重的 以我的能力 只能做得如此了 纳蓝掌柜 这个恩情 我白衣凡记下了 白公子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杀 不行 城主府和林家 都有搬血剑的舞者 而且还不止一名 那城主兰前 实力更是达到了 肉身五重洗髓镜 五马都不能分棋尸 而且据说 他含有一剑高级法级棒身 你杀不了他 我虽不喜杀戮 但若谁要杀我亲友 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肉身五重又如何 我偏要宰了他们 不过在那之前 要麻烦你照顾他们一阵子 现在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说小哥 你家是有什么人烫伤了吗 怎么最近来买的 都是烫伤类的药材啊 这你就别问啊 好嘞 您慢走 虽然是位大主主 但总是神秘兮兮的 可真是个怪人 一凡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去旅游吗 你们放心去马尔大夫吧 钱的事不用操心 台里还有五十万 都是我当教练挣来的 够你们在那边玩上半年 妈的病刚好 正好 你陪他去散散心 一凡 孩子长大了 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咱们做家人的 应该是孩子 永远坚实的后盾 而不应该成为阻碍他前进的负担 来了 大晚上的 谁发这么多消息 姑姐 我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 拖欠的房租已经补齐 直接转你微信了 余下的钱 就当我提前支付之后的房租 之前的事 真的多谢你了 没看走眼 还算是真赌败 能提前支付房租 看来是找到工作了 不过 该不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吧 等等 十万 这臭小子到底去干了什么 蔡大夫 这些药材真的会有效果吗 如果按照上古秘方来说 是不会出错的 只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这么快 就凑到传说中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十位药材的 快吗 我倒是还嫌慢了 古街能带的重量有限 这些天只能一趟趟的来回筹备 可恶超重 还得再小一点是吗 大蓝掌柜 我们来了 但是这其中一味药引 就价值连城 白公子 白公子对朋友之意 真可谓天高海深哪 药已经做好了 交给你了 放心吧 一方哥哥 我 我真的还能变回原来的药子吗 哼 相信我 等你好了 我给你买十件好看的裙子 你不是最喜欢穿漂亮裙子了吗 嗯 初容 你 怎么了 一方哥哥 我 我真的 恢复了 不好意思 我因为真的太吃惊了 才打碎了裙子 若若呀 我这把老骨头被你吓得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叔叔 变得比之前还要漂亮了 谢谢一方哥哥 西西科龙尾草独自闯藤香菇 身后还有守不尽的灵妖宝菇 它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那蓝掌柜 这些龙尾草 算是我给你的谢的 另外 我这里还有一事拜托你 工资请收 请把万宝楼所有的高阶武器都拿出来 还有 我想要选一个地点闭关 越快越好 不够 你尽快提升自己 我以拿洗髓精的蓝钱 整整插着一个大禁忌 要尽快拉小插去才行 看 看 再来 烈阳铲 够 这些 还远远不够 我说掌柜的 你到底给了她多少不无忌 她这样没日没夜地练下去 真的不要紧吗 还有 莫不是我老眼昏花 居然将高级妖兽的血当水一样喝 蔡大夫 江湖上的事情少打听 她现在拿出什么 我都不吃惊了 暴雨之门 陈月斩 我终于突破了 瘦身四水 翻洗净 终于突破了 白公子 你真的是太强了 居然只用了半个月 就突破至斑血净后期 这些日子 多谢纳蓝掌柜了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 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回来 还请你护通弱肉和铁夫他们出城 彻底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公子稍后 请公子收下此物 收拾 这是一张蓝牛斧 使用过后 可以提升武者最大的力量 另一张是护身斧 用于防御高强度武器 他们更能维持半主相 刻住公子一臂之力 还有这把斩杀剑 乃燕国剑谱十大名剑之一 许说有护手之能 我特意从其他坟楼调过来的 可供公子使用 多谢纳兰掌柜费心 这些钱我会 不必 迎水相逢 白公子愿意舍命替木家村人报仇 纳兰柔敬佩之志 也同样愿助公子一臂之力 唯愿公子得偿所愿 凯旋而归 那便多谢了 这份情一帆记下 就是这里了吧 什么人 林府中地 闲人 这小子好快的速度 我是取你们狗命的人 复仇开始了 爹你放心 很快就能娶到心儿了 嗯 好好好 只要和城主府攀了亲 日后这流云城 还不是我们林家的天下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林大父的儿子 真有出息 什么声音 啊 啊 啊 嗯 是谁 快出来 也敢来我林家斗乱 老爷 救我 白衣凡 又见面了 林公子 哈哈哈哈 好你个白衣凡 本少爷还想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 今天我便停下你 送给仙儿亲自发落 看拳 呀 醒我 就你 呀 我的手 你 你居然敢停断我的手 哼 什么时候突破到半血清后期了 哼 我不仅敢弄断你的手 还敢弄断你的腿 凑你一个好事成双 啊 啊 凯儿 爹 快逃 去找撑住来 啊 啊 好 凯儿 你撑住啊 哼 想逃 哼 是不是有点晚了 哼 你 你不能杀我们 哼 为何 墨家村之事 是我父子二人 奉成主之领做的 你若是杀了我父子 成主大人 也绝不会放过你 哦 对 我和仙儿亲定下回约 算是蓝成主的八个女婿 等我和我爹试一下 爹 试试便试试吧 你 你居然真的敢 白衣凡 你别杀我 我我原意把整个凌家 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 求求你别杀我 凌家的财产 真是笑死我了 把你们凌家打包卖了能值几个钱 一千万金币 还是五千万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 也不怕告诉你 我随便拿出的一味药材 就价值几千万 甚至上亿金币 你说我看得上你们林家 这三瓜两枣吗 这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饶了我 不要杀我呀 不必和我道歉 若真心悔过 就和你爹一起下去 不认识 为牧家村死去的人赎罪吗 接下来就是 承主府 不好了 承主不好了 林府刚刚传来的消息 林家造喜了 叔 到底怎么回事 据逃跑出来的小妾说 是一个叫白亦凡的年轻人 前来寻丑 你在府中杀了不少人 白亦凡 传我命令 立刻封镇刘元城的大小出口 让庞林和玉雷两位将军 带三百甲位 随我去林家捉拿贼子 不是 这小妾不是一个人死了吗 来 来来来来 你们两个留守府内保护大小姐 若有任何风吹草动即可报信 属下领命 属下领命 西将军元将军 弟弟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这么行事动众的 见过大小姐 应该是抓朝廷侵犯 啊 抓侵犯 那你们怎么不去啊 承主大人让我们留守府内 以防万一 行了 那你们留守在外院吧 有事儿我会叫你们 是 弟弟也真是的 我承主俗有四大将军 个个都有奔洗净 弟弟更是洗髓净的存在 哪个部长演得敢袭击我承主俗啊 只怕是吃了熊星暴死胆呢 小姐 奴婢自好您休息 今天您喜欢哪件青衣 这件衣服怎么还摆在这儿 啊 林公子说了 这件是价值连城的宝衣 哼 若若若那个小贱人 给我舔鞋都不配 他那衣服有什么好的 也就是林林海那个不识货的男人 当个宝贝似的献给我 赶紧的给我扔掉 扔掉啊 看了我就心烦 是 穆家村那一群贱民 想起来就只会引起本小姐的胜利不是 还有那个白衣凡 抢走了属于我的登天令 如果下一次再碰到 我一定要亲手砍下她的狗头 红儿绿儿 你们怎么回事 蓝大小姐 你要怎么砍下我的头啊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可是长珠府 你 你竟然敢宣传我长珠府 成珠府 那又如何 你 你 你别过来 来人哪 有刺客 不用喊了 你院中的百名护卫 还有那两名镇守的班写精将军 已经全都被我杀了 把一番一个人杀了两个班写精的将军 而且还是秒杀 我甚至都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 蓝星儿 你知道我为何而来吗 我记得我曾警告过你 不要招惹我 穆家村屠村 是你和林云凯一起策划的对吗 林云凯已死 现在轮到你了 不 不要 不要 白亦凡 求你放过我 我 我才十八岁 我可不想死 你 你只要不杀我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朔朔才十三岁 穆家村那些被你们烧死的孩子 有些还尚在强保 他们又何其无故 白亦凡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我 我可以 对了 对了 我还是处子之身 你杀了我 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 你这种毒妇 脱光了我都嫌恶心 你这种毒妇 不过 上天有好生之道 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你不是说 朔朔不配给你舔鞋吗 那 现在 我愿意 放下 你 你怎么 刚刚不是说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吗 这 我 好 我舔 知道你不杀我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男大小姐为了护命 可真卖力啊 可恶的白衣凡 请让你得意一时半刻 我只需拖延到爹地回来 定人让你无马飞逝 不得好死 好了 天干净了 就上路吧 成主大人 怎么了 没事 就是心中隐约不安 不对劲啊 成主大人 属下奉命 先一步查看 到了灵府时 发现里面只有护院的尸体 灵大夫和灵云凯却不知所踪 什么 不好 叼护离山之际 快回府 驾 姓白的小畜生 你若敢动心儿一根指头 本成主定要助你九族 成主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全体迅速集合 回府 是 这 心儿 你终于来了 百 亿 凡 我试杀你 谁杀谁 不一定 这不一定 这不限于 这些集 都是暴雨剑法 暴雨剑法 传说中黄结顶级的剑法 即便是我 也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入门 你小子前后消失不到两月有余 居然以内撞净的根基炼成圆满了 你这老家伙 倒是有点掩蔽 难怪你能杀了我成主佛那么多高手 不过 区区搬血竟想占洗髓镜 可谓不知死活 暴雨剑法第二十 其余 什么 可恶 你雷剑 这是 给我破 是法器 小畜生 居然能给我使出法器 今天你也算是死得其所 去死吧 挑虚布 他里逃 走 都躲不开了 小畜生 你跑 你倒是在跑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居然毫发无损 蓝大城主 你这雷电之力 倒也不怎么样 雷电之力被吸收了 这纳蓝掌柜给的护身符 真是好使 且试试另一张吧 蛮牛符 嗑 符转 你居然有符转 暴雨 暴雨剑法 第三式 陷阱 臭小子 和你拼了 平板军 就算用了符转强化肉身 但想以力量和我抗衡 你还嫩了点 谁说我想用力量杀你了 不好 你难道还有什么底牌不成 好快 也算不像是底牌 这是 暴雨剑法终结杀招 低水 我 我怎么会摆给你 不 不可能 在你心不易知识那一刻 你就该明白会有这么一天的 气死了 这就是那个法器 没想到小小妾之力 能蕴藏如此雄厚的雷电之力 如今归我了 成主 还有大小姐 我们的人 居然全都被杀了 这 你们听好了 想者不杀 为者 杀无赦 这 这 这都过去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白衣凡公子怎么样了 张规的 出大事了 啊 怎么了 难道说 我们的人传来消息 林家的林大夫和林云凯全都死了 成主和蓝星尔四大将军也全部被杀 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一息覆灭啊 小心 老天保佑 他做到了 他居然真的做到了 四大将军个个都是斑血境 此人联手 可占喜随境中起 而白公子 明明两个月前才刚突破内撞境啊 在流云中的天 怕是要变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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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闪开 哎 你出事了 爹 这是什么 白衣凡 燕国最新的通缉办 斩杀此人头颅者赏一百斤 提供消息者赏五十斤 我关这人面相 那不像是恶贯满营之头 怎么会被悬赏通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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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金帝也就算了 怎么还把我画得这么丑 算了算了 既然如此 也该换个新环境玩玩了 也不知道白公子现在怎么样了 他今后 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这是 我马上就要离开流云城了 多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链河之内 乃我送给你与穆家村之人的礼物 可保你们一生衣食无忧 你我若有缘分自有相见之事 后会有期 白衣凡 这些天才地宝 这些天才地宝 我以前居然从未见过 白公子 我会有期 下 喂喂 你们听说了吗 近日 十大圣地之一的五行圣地 要公开招图了 据说 哪怕圣地里最低级的功法 一旦流入世俗 也会变成人人争抢的绝世神功 哇 若能成为圣地修行的弟子 那可是天大的造化呀 哼 弟子 真没出息 若是能成为圣地长老 就连王公贵族皇上亲临 都可以不放在园里呢 五行圣地在魏国 距离咱们燕国有万里之遥 若不乘坐云中 跑死二十匹马也到不了 那快走吧 去完了可就没位置了 嗯 这就是传说中的云州 据说这云州速度极快 可以跨越天窃 持达目的地 大军养 我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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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一张去五行圣地的票 云州只能到魏国五行城 五百斤毕章 哪里来的土包子 连云州能去哪儿都不知道 还有 我们云州上住宿很贵 哪怕是最差的皇子客房 一碗要三千斤 要是付不起 只能睡那没有任何抵御法阵的甲板上 风吹日晒了 有最贵的 好嘞 马上为你准备 咱们四周最上等的天子一号客房 我去啊 我可真该死 这又是哪家的财神爷下盘体验明天几苦来了 等等 掌柜的 我出双倍价格 付天子一号客房 你什么意思 嘿嘿 没什么意思 只要是我王家人看上眼的东西 就必须是我的 这间天子一号房本少爷定了 喂 搞搞清楚 这房可是我先定的 嗯 两位客官 天子一号间 的确已经被这位公子定下了 哎 您看 哟 哪来的不知好歹的蠢货 居然敢和我们康亲王府作对 喂 蠢东西 你听好了 我王孟可是燕王陛下倾封的郡主 四名凌羊 我哥王藤 那可是康亲王府的世子 哼 跟你说话都算抬举你了 还敢觊予我们王家人的东西 是想找死不成 怎么哪里都能遇到这样仗势其人的傻缺 他们真是康亲王府的世子 小伙子 把客房让出来吧 皇亲国戚 你可惹不起 亲王世子 那又怎么样 王侯将相 宁有重库 你 客房既然我先定下 那就是我的 出多少钱也不让 还有 乖乖滚去后面排队 两条傻狗 你 怎么 哎 两位别 别动气嘛 那个王公子 您看 要不您先到后面排个队 小的给您预留隔壁第二好的上坊 如何 乖乖 你一个有权一个有钱 哎呦 我可谁都得罪不起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可知道和我康亲王府坐着的下场 那你知不知道和我做对的下场 好 算你有种 别怪我没提醒你 出门在外树敌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可别连哪天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深同你的观点 不过吗 到底是谁比较危险那可不好说 哪里来的剑谜 敢让我下巴来抬 两位客官 云州马上就要启程了 再耽误下去 哼 算了 本少爷暂且不和你这蠢物计较 掌柜的 马上给我安排天子二号房 哥 莫尔乖 听哥的话 委屈已晚 等到了五星城给你买最贵的衣裳没罪 你说的到时候不许来账 我说的我说的 好嘞 小的即刻为王公子安排天子间二号客房 乖乖 这可算是解决了 等等 我同意了吗 我这个人睡觉 向来不喜欢有人在我隔壁叽叽喳喳 掌柜的天子间所有客房 我全买下了 这这这这这 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先来后到我还没说结束 有问题吗 公子安 公子安 您拿好 这是天字号时间所有的房卡 还有王公子啊 后面排队去 得 赶完这票就跑路吧 这一票赚的一辈子也花不完呢 嘿 这还差不多 小子 你给我等朕 哎呀我看你这小伙子安安静静的 不像某些人碍眼 这件就送你吧 真的白送啊 哥 这家伙分明是故意给我们难看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你给我站住 小爷我有事找你 你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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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个 嗯 王侯将相 宁有准呼 说得好 说得真好 真是说得我心坎上去了 你到底是 我叫刘威 出身自五国的一个商会家族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白依凡 燕国人 五国是燕国的邻国 民风尚武 总体实力 可比燕国强上不少 相逢就是缘分 你今日不畏强权之举 我刘威全部看在眼里 实在佩服你的人品 因此特意来结交 也不怕告诉你 我这次旅途 是要去参加五行圣地的入门考核 那王童王梦两人 若敢报复你 上门找茬 我刘威第一个不放过他们 今晚有兄弟我罩着你 你睡觉就放一万个星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担心这事啊 来 再走一个 今天我请伊凡兄弟喝酒 咱们不醉不归 我看你才是上门找茬的人吧 出什么事了 啊 与世保余 我对于是雷保余 雷保余要来了呀 快跑啊 快救命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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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雷真是来的妙啊 云雷记 该你出场了 在路上 我从仔细研究了一下蓝琴的云雷扳指 这件攻击性法器 可以在雷雨天气储存雷电 在必要时候释放出来 轰杀敌人 只可惜 这七日来居然一次雷雨天气都没有碰到 驾 如今这雷暴天气来得真是 正合我一样 你自己想的 发生什么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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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回事 我们天子房 不是有庇护法阵吗 为什么把所有人都从这里来了 哈哈哈哈 来吧来吧 尽情地吸收吧 成了 如此一来 底牌便再多添一掌 你们看 哇 到了 五星城到了 终于下船了 这就是五星城 参加圣地诸文考核的地方 我听说 魏王为了讨好五星圣地 才赤巨资建造了这座城池 豪华程度 比魏国王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这么多人 属实是有点夸张 这可是圣地考核 成千上万的舞者从五湖四海赶来 汇聚在此 自然是人山人海嘛 你再看看天上 这些人是 嘿嘿 看见了吗 那可是神通秘境 这还是我第一次 亲眼见到神通秘境的修士呢 神通秘境 与气血外放不同 体内可衍生出流力 飞天遁地 欲见而行 无所不能 这圣地 果真来对的 速剑 这位啊 怎么了 这是 这是 我乃五行圣地内门长老 颜云松 负责本次入门考核 欲入我圣地修行之人 于武师进入城东比武厂处登记 进行弟子考核测试 若考核通过 即可前往五行圣地修行 哇 是五行圣地的内门长老 快走 报名要开始了 你去 五行圣地的考核报名要开始了 白兄弟 我们就此别过吧 你加油 我会等你 等我 什么 对不住了兄弟 大哥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找个地方躲起来 千万别被那兄妹俩找到了 咱们就只能就此别过了 保重 我说了会等你吗 保什么重 说不定很快就会再见了 报名登记的就在这里了 排好队的排好队 快 败了 李兄莫放在心上 你看我连进去比斗的资格都没有 喜随性 下一个 哥 是那小子 真是原家陆寨 没想到这家伙也想参加五行圣地弟子考核 哥 你到底什么时候替我攒了那家伙出口恶气 小不忍自乱大谋 咱们先办正事要进 待我们正式成为五行圣地弟子 在云州上受到的驱逐 定要让这小子以命相长 白衣凡 搬写净 才搬写净 真是笑死你了 恐怕他连这倒笔式的门都进不去 即便侥幸进去 何人争得突破血流也拿不到一个门 这是 可以免考 请进门稍等天课 多谢 什么 免考 我没听错吧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登天令是何人所持的 回禀长老 那人名叫白亦凡 弟子已用测灵碑测试 他的资历不过为最低等的皇阶 依弟子看 多半是钱多的附加公子 无意中拿到的登天令牌 炎长老 此人该如何处置 我五行圣地外门弟子最低门槛 也是肉身五虫洗髓镜 他一个只有搬血镜 还只是皇阶资质的小子 在我圣地职配当一个杂役弟子 不过 既有登天令在手 便破例赠他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吧 是 嗯 搬血镜在世俗国家 都能当个将军统领吧 没想到在五行圣地 居然差点连外门弟子都够不上 来自地球的我 居然只凭了个黄解资质 明明我的肉体强度 早就超过几个大阶级 算了 这里的资质评估 真是莫名其妙 嗯 此之差就差点吧 为靠地球这个无限资源库 还能简化功法武器 只要日后秦家修炼 会必不能闯出一片天 五行圣地到了 哦 五行圣地 居然建立在云层之中 此乃五行天宫 圣地的中枢核心 非内门长老真传弟子 不得闪入 你们日后的修炼之处在此 从此以后 你们就是我五行圣地的外门弟子了 今后的一言一行 都要符合门规 凡事首先要考虑圣地的利益 这是身份预排和各自居住的院落地图 你们自行前往即可 房中会有门派手册 务必仔细败读 是 长老 庆山服 骑行服 生虎服 取水服 还有灵氏和高气疗伤丹药 圣地出手还真够大方 价值几千万金币的东西 成为万能弟子 居然直接送 旺古大典 旺古大陆分东川 南荒 西海 北人 中洲五帝 人妖魔三族鼎立 这个之前便也知道 人族十大圣地分别是 无为 黄旗 五行 广寒 真武 展天 天书 多宝 紫黄 飘渺 其中无为圣地最神秘 门中弟子历来不超过五个 每一个都是精彩绝艳的盖世天骄 黄旗圣地独占中洲大帝 抵运实力最强 门派行事也最为霸道 真武圣地和展天圣地分别以练体和剑道 广寒圣地向来只收名弟子 五行圣地分金 木 水 火 土 五月 乃新晋圣地 自立为十地中最年轻 十大圣地之中 黄旗圣地最强 早知道 就想办法奔着那边去了 虽说我现在有花不完的钱 走捷径也可以固派保镖 但倘若自己是个废物 难免有人觊觎财产 只有自己变强 才是王道 我记得 断股 内壮 斑血 三净 都是讲究滋补 洗髓剑 却是要去除体内杂质 提炼气血纯度 唉 想要再拔高实力 看来得要想办法洗髓排毒 一经换血才行 地球上有什么能让我洗髓发经的东西吗 这一个月以后 我辗转于地球和意识节 因为通过长日资料 发现使用灵药药物 改变体质 能比直接通服更加稳定 当归 莲子 天东 艺人 都是中医馆开的清热排毒的房子 越发觉得 身体变得比以前更轻敏了 力量也大了数百 就连脑子也一片轻敏 撤 这一次 一定要冲破斑血镜的日光 帮我扣 帮我扣 洗髓剑 成了 这件汽血沙衣 鲜亮厚实 比篮前的那件坚硬数倍 完全能媲美开窍境的汽血铠 试试效果 看来 不只是汽血沙衣 现在我的一拳 估计有两三万斤的力量 比普通洗髓剑 可强了不止一倍 五行圣地的修行之路 现在 才真正开始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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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资源 报仇以贡献点计 贡献点 可在身份预牌之中查看 每个弟子刚入门的时候 都会赠送五十点 贡献点最大的作用 是用来兑换五行圣地内五季格的五季 据说五季格藏数万圈五季 哪怕得到一步 五者实力都可以突飞每季 旺谷大典上提到 获得贡献点的途径 一共有三拳 第一级任务 面向洗髓敬弟子 报仇是一百到三百的贡献点 中级任务 面向开窍敬弟子 报仇是三百到一千贡献点 高级任务 面向子府敬弟子 报仇是一千到五千贡献点 第二拳 直接上交天才地宝 第三拳 则是猎杀圣地通缉榜上的罪犯 第三种获取贡献点最多也最快 但能上这个榜单的人 都是圣地的穷凶极恶的嗜血之徒 每年都有一些圣地弟子 自视实力皆保 结果统统有去无回 门派任务给的贡献点太低 杀通缉犯又太过冒险 上交天才地宝最为稳妥 简直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 但如今五行圣地 可不必在流云城 此处鱼龙混杂 若是频繁拿出天才地宝 难免被有心之人惦记上 虽然不怕事 但为了避免小麻烦不断 还是以做门派任务为掩饰 再意外获得些天才地宝吧 长老 我要领取低级任务 好 你们站住 乖乖地把灵石交出来 师兄 这是我们全部都灵石了 还是高师兄聪明 只要在发放俸禄日守在这必经之路上 灵石自然守到秦来 狂腾老弟说的什么话 明明就是他们自己主动给我 我可没逼他们 你说是吧 是 高师兄 时候不早了 您看要是结束了 我们可以走了吧 结不结束得我说了才算 你没事吧 没事吧 这个臭小子 他果然也来了 认识 不仅仅是认识 高师兄且听我说 几日前我在云州之上 原来如此 这一人虽然不知底细 但出手阔绰 我后来打听了一下 只有班写进了他 选拔那日是用登天令才能进入圣地的 能买得起登天令的人 看来家底的确分厚 想来好东西少不了吧 唉 真麻烦 突然拿出赤宝 会被有些人盯上 我现在还不够强了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还是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不要轻易暴露底牌的好 等等 师弟 借点东西呗 啊 什么东西 灵石 这是新来的弟子吧 真惨啊 居然碰上羔羊了 羔羊的王 作为狗狗 平日仗着自己武艺高强 竟是欺凌弱小 几乎每一个新来的弟子 都逃不过他的魔掌 这家好完蛋啊 这小子惨了 也不是没人反抗过 但只会被揍得更惨 唉 倒霉的新弟子 扶个软把零食给他吧 没必要硬碰硬 不然以后可有苦头吃 想借零食 可以 不过 你得先跪下来求我 什么 这新弟子在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找死 咳 躲 躲坑了 好快的速度啊 羔羊这个洗髓精巅峰 居然没讨到便宜 看来这小子实力 比我想象中的棘手一些 小子 刚才的话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怎么不敢 磕一个想头 借你一块零食 连磕十个 再多借你一个 师兄想要磕几个呀 小兔崽子 你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 住手 否则我禀报长老了 刘薇 白亦凡兄弟 怎么是你 不对 你怎么会在五行圣地 你骗我 你当时也没问我的目的地啊 嘿嘿嘿嘿 那倒也是啊 巨战杆无视我 等会再聊 啊 居然忘了这里还有点事